豆腐块 这些也比较大块一点的 先放进去烫 放入火腿肠和脆皮肠 然后我们可以放入香菇和海带结 西兰花 这个鱿鱼串 还有这个特色牛肉串呢 就比较好烫熟 后面再放进去 现在快烫好了 我们放进来 这个豆腐串也比较好烫熟 后面放进来 金针菇 这些都是比较好烫熟的 后面放进来 1365258900 1365258900 放到碗里 烫熟之后 我们来煮这个 端上桌的红糖 还是用的这个底汤 这个是熬好的底汤 底汤加入我们刚才介绍的调味料 串串底料 这个三公斤的底汤 就放100到120克 可以先开火 串串红油 拌60克 然后加入鸡精 味精 大蒜末 可以加入一点点盐 或者不加盐也可以 因为我们在烫菜的时候 那里面已经加了盐了 开大火烧开 烧开之后煮三分钟左右 就可以关火了 完整视频教程 联系微信 QQ1365258900 1365258900 煮开之后 把里面的料渣捞出来 要粘到干净之后 就可以准备一个碗 把这个高汤 舀到碗里面 准备一个稍微深一点的碗 把这个高汤舀到碗里 然后放入我们刚才烫好的 这个食材 汤好的材料 全部放到碗里 就可以给客人端上桌了 这个就是我们刚才做好的 红汤串串 也就是麻辣口味的串串 然后呢 撒上葱花香菜和白芝麻 就可以吃了 这里面呢 我们可以做一个味碟 做这个红汤的话 我们可以准备一个辣的味碟 用的是这个胡辣椒面 也就是熟的辣椒面 这个是黄豆粉 熟的黄豆粉 这个是花生面 也就是花生粉 熟的花生粉 比例的话就是3比1比1 也就是这个 30克的熟的辣椒面 配上10克的黄豆粉 10克的花生粉 搅拌均匀就可以了 搅拌均匀 用一个小碟砖 客人可以站着这个碟吃 站着这个味碟吃 这个呢 是干碟 你也可以做油碟 做油碟的话就是 把油烧到三四层热 不要太热 不然会把它烫糊的 油三四层热的时候 浇到这个碗里面 再撒一点白芝麻就可以了 然后就是这个油碟 现在我们做的这个是干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